说起波多也结衣 很多人都会想到他酷似林直林的外表 但除了女老师这一标签 你对他又有多少了解呢 他二十岁出道 不久就被冷藏 一年后付出拍片 一直默默无闻 直到一场乌龙事件才让他有了名气 后来靠着勤奋 他终于熬出了今天的成就 如此跌宕起伏的人生 简直能拍成一部励志的电影 今天就跟随读者一起来听听波老师的励志人生吧 大家好 我是热心读者 又和大家见面了 在节目开始前 麻烦帮忙点个赞 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波老师于2008年出道 当时他为了赚取零花钱 参演了一部名为《东京留一六二》的小电影 这是他的第一次演出 在日本 小电影女老师是正当直隐 因为收入可观 成名快 出路也多 不少女性都会积极尝试参演小电影 据统计 如今平均下来 日本每200位女性中就有一位拍过小电影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行业 每年都还会有4000到5000名女性加入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如果你在日本等公交 没准旁边站着的女生 就有过拍摄小电影的经历 而波老师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小电影行业 当时他只是主演的陪衬 但大家都觉得他条件不错 所以才脱颖而出 然而 在日本 像波老师这样的女老师实在太多了 虽然她身材条件不错 但是没有显赫的背景 也没有大公司给包装 她也只能从素人开始演起 素人是女老师中比较廉价的快餐型女老师 他们没有固定公司给的长篇约 几乎都是拍完一部就拍拍屁股走人 通常来说 日本小电影界其实比正经娱乐圈竞争更大 更新更快 像波老师这样的素人演员大多都朝不保夕 在波老师之前 真正能够以素人身份积身一线的 只有一位心眼美忧 其余人基本都成了行业血泪的牺牲品 波老师的小电影生涯 就是从这样的底层开始的 后来在采访中 他也曾回顾过自己的素人经历 他说 那时候和二十个男老师在一起 一连拍了三十六个小时 已经很困了 但是还是要硬撑着 做着妩媚的表情大声喊叫 到了后来我已经困得不行了 表情啊 动作呀 都是下意识做出来的 什么时候拍完的我都不知道 虽然很辛苦 但拍完之后 到手的报酬也只有五万日元 生涯初期 波老师发了几部作品 但反响都频频 随即 波老师就被签约公司HMP给血藏了 原因无他 大家都认为波老师不会演戏 没错 做小电影女老师也是需要演技的 有老司机就评价道 波老师起初不过是个三流步兵女老师 虽然身材不错 但一直没活起来 主要的原因就是她演技太差 她演不出床上痛苦的愉悦 表情反倒像强忍难以忍受的牙疼 还有她的声音声 听起来非常像驴角 足以让人软下来那么难听 挑剔的日本宅男看不上波老师 不过 她却在华人地区打响了名堂 大家纷纷奔走相告 日本有个小电影女老师长得好像林志林啊 但即便如此 波老师还是逃不过被雪藏的命运 在华人地区在出名 她的主要市场也是在日本 谁让日本宅男不认识林志林呢 后来时隔一年 波老师才重新付出拍片 在被冷藏的那一年里 波老师在一家咖啡屋兼职 期间波老师也有考虑过 就此彻底告别小电影界 但她总觉得 不证明一下自己 就这样隐退太不甘心 而且拍小电影赚的钱比较多 当时波老师的经济条件也不好 所以就选择继续拍起了小电影 回归之后 波老师转投了比非公司 发行过两部影片 之后又转投其他公司 后来又再次被弃用 直到在Sky High公司 波老师才算是稳定了下来 颠沛流离了那么久 总算稳定下来了的波老师 这是要时来运转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 Sky High公司虽然签下了她 却要求她拍摄五马作品 日本的刑法规定 所有小电影都必须要打马 而五马骗商为了规避法规 往往会选择在美国注册公司 从而把五马骗进口到日本 但即便如此 五马骗依旧不准在市场上公开发售 只能通过网络下载 所以五马骗的盈利率 远远不及有马骗 各方面投入也相对较少 合法的有马骗 因为市场广阔 利润丰厚 所以女老师的待遇一般也比较好 而愿意拍五马骗的人 基本上都是过期之后 准备重新获得关注 或者准备捞一笔就闪人的那种 波老师的窘境由此可见一般 但当时他除了拍小电影 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从2009年到2011年间 波老师不断游走在各个片商之间 由于他一直没能得到 某家大公司的青睐 就只能有马和五马都接 每天兢兢业业的拍戏 以肉体一点点换取自己的知名度 虽然这些片子 让他在中国的名头越来越下 暗黑林志玲的绰号也开始广为流传 但他在日本依旧没什么知名度 后来波老师自己也说 那时候他已经觉得 没有动力继续下去 开始考虑要不要隐退 回到自己的家乡 开一家甜品店 完成自己童年时做蛋糕的梦想 但就在2011年 已知半红不子的波老师 却因为一场地震意外出名了 2011年3月 日本发生了311大地震 随即微博上有人爆料 称波老师被地震引起的海啸吞没 不幸溺水身亡 这个消息在中国网络世界上 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少老司机们都不能接受这一事实 纷纷表达着自己的悲痛 希望上天把志玲姐姐还给大家 尽管后来事实证明 这只是一场误会 但却让波老师火遍了中国网络 这场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也传到了日本 波老师终于开始被日本观众所了解 一时间 波老师的发片量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 一星期两步的节奏使他开始大幅度占据市场份额 再加上自己的演技也有所提高 他的名声越来越响 终于成功机身一线女老师的行列 亚洲的老司机们称他是亚洲的结衣 但如果你觉得 波老师完全是一阵成林 能走到今天完全是靠一场地震和神似林志玲的容貌 那就大错特错了 机会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在日本小电影界 波老师的最大标签就是勤奋 有位阅历丰富的老司机曾评价说 我收集了他104部有马片和20几部无马片 现在我已经疲倦了 不想再下他的片子了 因为我知道根本下不完 他每周出二部 一年有一百多部 出道这么多年都上千部了 根本下不完的 是的 波老师自2008年出道至今 已经拍了2700部小电影 在去年波老师出道15周年的庆祝聚会上 波老师还真诚地表示 他没有退休的打算 以后会继续为大家申请演出 要知道 就算是业界三四十岁的淑女基资深女老师 整个生涯一般也就拍一千多部 因此 勤能捕捉 或许就是对波老师最好的评价 比起其他女老师 她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懈地坚持 和对小电影事业由衷的热爱 神赐林志玲的外表和地震事件 只是一个机会 使她的勤奋让她在机会出现的时候 能够一举抓住机会 最后获得成功 2014年 被誉为小电影界奥斯卡的日本天空成人 放送大上班奖礼上 波老师击败了几川真奈美 上员亚一 出美沙西与前野惠美等竞争对手 获得了年度最佳女老师奖项 颁奖时 波老师在舞台上失声痛哭 有人说她坐坐 但仔细想想 六年前她还是一个默默无名的素人 现在一路打拼成为一名一线女老师 各种的心酸与血泪 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呢 但即便已经成为了最佳女老师 波老师依旧兢兢业业的拍片 到了2014年底 依旧霸占DM销售榜第一 直到现在 已经36岁的波老师 已经算是行业中的大龄人士 但她依然活跃在小电影业界中 和她同时代甚至晚出道的女老师 都已经纷纷隐退 就连比她小五岁的上员亚一 也在2015年底宣布了隐退 但她依然没有退出的打算 只要身体状况允许 就会一直拍下去 在很多人看来 拍小电影是一件很恶心的事情 而小电影女老师 能够忍受年复一年 与不同的男人配合 更是令人作呕 但在读者看来 抛开伦理方面的考虑 其实这也是一份普通的工作 而且远比一般工作辛苦 并不是躺在那里 配合的喊两声就可以了 网络上曾流传过一部 波老师练习姿势的影片 影片里波老师 除了在不断反复练习体位姿势外 更进行了简直让人脚软的体能训练 影片一出马上就引起了超热烈的回响 原来拍小电影也要刻苦训练的 况且 今年来日本小电影界竞争的激烈程度 也是有目共睹的 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圈子 出道16年 波老师依旧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这是需要多大的勤勉和坚持啊 然而 还是有不少人因为她的工作而看不起她 常有网友用下流 猥亵等不堪入目的字眼攻击她 把她的社交媒体主页灌爆 网友们最常骂的就是脏 这让她心里颇受委屈 2015年 为了支持台北弱势团体 波老师免费代言了台北的一种交通卡 然而消息传出后 波老师小电影演员的身份 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事后 她委屈地发表声明说 只因为我是小电影与老师 难道我就不能参与善意的活动 为社会做贡献吗 难道我不能在我爱的中国付出行动来报恩吗 当波老师还默默无名时 中国的粉丝是她最坚强的后盾 读者在国内网上看到过一位老司机说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已经老了 是当我发现波老师都快30岁的时候 而如今 波老师不仅越过了30大关 甚至即将奔死 他已经陪我们走过了16年的青春岁月 我们喜欢他 并不仅仅因为他曾经给我们带来了欢愉 也是因为他一路以来对事业勤勉的精神 和对生活不屈的态度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